嗨 大家好 我是Lindsa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聊一下关于头发健康护理的一个过程 因为想想听我录了一个化妆视频 大家就会对我的发量比较欢心 的确是这样 我是一直像一个多毛怪一样 就是头发真的亮大到很惊人的那一种 我都在长期开玩笑说 可能我老公的头发都double到我的身上来了 我的头发呢 一直是身边很多朋友 包含的化妆师呢 都会非常的羡慕的 每次做发型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说 为什么做主持人十年 十年大家都能想象的吗 我一周差不多要化妆至少五次 这五次的时候呢 因为我做的都是珠宝啊 和奢侈领的节目 所以都会被那种大毛啊 喷嚼啊 高高的盘发呀 或者是大卷等等 要稍微做的就是比自己的年龄要成熟一点吧 才能hold得住 奢侈品啊 珠宝这些气场 所以我头发真的是身经百战 但是呢 这么久吧 差不多 你看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么长时间 我的发量还是很多的 看 没有说已经凸到不行吧 所以这个发量还ok 然后呢 从来就是没有分叉 从来没有任何分叉 然后这点是让我很惊呆的 我也曾经跟我妈妈讨论这个问题 我说没有分叉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剃过胎毛吗 呃 其实但是这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哈 就是小时候没有剃过光头 可是我觉得还是说在日后呃 大家好好护理化会有变化 先说一下 我现在的头发呢 是属于发量比较多 然后呢 比较硬 也比较粗的这种发质 所以这种发质呢 就会显得本身头发发量很多 呃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小时候头发是比较细软的 而且是又细又长又黄又软 像一个小黄黄丫头一样 我奶奶小时候帮我梳头的时候 都要用一个宽扯梳子 再加一盆清水 然后蘸一下 帮我梳一下 蘸一下帮我梳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我头发因为太细 太黄太软 就中间缠在一起 就像一个虾蛋一样 根本就输不开的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头发可以变好 这不是完全百分之百来自于基因 遗传给你的好的发质 一定经过后期的护理去 可以越来越强韧 越来越健康 发量可以越来越多 呃 这一项是肯定可以改善的 那么在这边呢 我就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我平时洗头发 护理头发的一个小小的过程 这可以说是一个保姆级别的教程了 就是可能会很零碎 但是很详细 我有少白头 我从初中的开始就有这个白头发 不是整片白 但也是局部会有白头发 我上次化妆的时候扎起来 有朋友看到我 其实这个部分并角的时候 会有一些细细碎碎的小白头发 又长出来了 所以我要经常两个月左右 就染一次头发 我现在基本上在自己在家染 染发剂用很简单 就11美金的欧莱雅的这一款 然后现在上我这个头发 应该属于一种类似于浅 类似于棕红 或者是有一点带亚吗 因为它上面这个颜色 我是用的五号色 Medium Brown 它是属于中棕色调的 因为我可能前段时间有染过红吧 所以它现在结合在一起 就是好像有点红棕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就是你可以自由选择这些染发剂 在家依然确实很方便 只不过就是要用这款的时候 就是跟大家说 你不要选用那种泡沫的染发剂 有人觉得那种泡沫的更好 但其实泡沫呢 它会容易 我的造型师告诉我呢 它会造成你头发去毛铃片受损的时候 它会让你头发的发型变成中空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越来越粗越来越粗 但是那种头皮的粗 不是让你觉得发质变好了 还是有一种沙发的感觉 所以头发最后慢慢慢慢就 砰的像一只沙皮狗一样的感觉 所以那种泡沫的 就是染头发的 我的造型师这样跟我讲 让我不要再用 就是一切泡沫的都不要用 还是要它告诉我 就是选欧莱雅之类的就可以 所以我听它的话 也是一直自己在家里染这么多年了吧 然后感觉 嗯还可以 当然如果你头皮容易过敏的话 你可以去长那种防过敏的那种 所以我个人觉得 10亿美金我自己在家里花一个小时 从染到洗我都可以搞定 所以这是我染头发 你看还可以 但是由于我经常染头发 所以按理说我的头发 应该会掉的更多 更快 然后呢 头发会受损比较严重 但是其实要经过很好的护理之后呢 头发的健康程度反而会 嗯出乎你的意料 先来说一下我最近在用的洗发水好了 呃最近在用这个 这个洗发水呢 很多朋友应该也是有所了解吧 就是卡湿 它是属于一个高级沙龙的一个品牌 有很多人把它叫做贵妇品牌 呃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不是每天都在用 我差不多其实也就是一个星期用一次 为什么呢 先给大家聊一下 这个洗发水它叫做 就是卡湿的高级护理系列 是黑鱼子酱的 属于来自于海洋当中的能量赋予的 它讲究的就是修复你的头发 给予它更多的健康和强韧 所以它是主打头皮健康 头发健康的一款洗发水 那么这款洗发水呢 它也有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容易起沫 它这个味道是很高级很清香的一种 而且流香时间还相对比较长久 不会让你一闻就会 哦冲翻天的那种 但是它真的不容易起沫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配合 就是起泡网一起来用 头发打湿之后呢 现在我是把这个洗发水 卡湿的那个黑鱼子酱洗发水 把它放在这个起泡网上面 我就直接拿了这个浴球这样来弄 然后你们也可以把它拿一些专业的 这个打泡器都可以 把这些丰富的泡沫就是抹到头顶上 因为洗发水呢 还是不要直接接触到头皮 否则的话呢 可能会对毛囊造成一定的阻塞 清洗不干净的话会造成脱发的一个情况 就这样反复多次的把泡沫揉到头发和头皮上方 在上洗发水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用这个指腹的地方 给它反复的去按压这个头皮 不要用指甲这样去抓 因为你这样抓的话 其实头皮也会受伤 同时呢也容易掉头发 就是用指腹这样去给它按摩这个洗发水 大概就是把它揉均匀 感觉到头皮这块已经非常的干净的时候呢 大概一两分钟吧 两分钟左右 一般我会这样按两分钟左右 然后就可以开始去把它头顶上的泡沫都冲掉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一周有一次 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晚上不赶时间的时候 你慢慢的就起泡网 给它挤出泡沫来去洗是OK的 如果属于那种早上就是着急麻荒的 就几分钟洗个澡洗个头 吹头发要出门要打仗一样的情况下 我就不建议用了 因为它不起泡的时候 你会很着急很想骂人的那种焦急的形态 所以节省时间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用 然后如果想慢慢的放松 滋养头皮 慢慢的让它健康起来 所以可以来尝试一下 我个人的感受是洗完之后呢 这款它是很好的均红了 你头皮的这种软塌油腻和发尾蓬松 以前是这样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状态对不对 我以前也会有一点头皮会时间长会塌会油 然后下面还会喷 但是它很好的均红了这一点 并且它给予头皮头发更好的一个健康逆时修复 很好地促进你的头皮细胞的心盆代谢 然后让头发是比较顺滑 它就是顺滑但是不是假滑 不会让你摸上去哇的那种 是真的是发自内心 你自己会觉得好像很不错 墙上了一些然后也顺滑了 并且它不含硅油 所以这点目前对我来说是比较在意的 虽然有很多人说含硅油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希望还是尽量乌硅油 所以我会用它 当然你单独用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单独用的话呢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色 然后再加上没有那么容易起泡 很多人就放弃了 你一定要配合卡氏的另外一款 黑钻鱼子酱的这个发膜来用 这个发膜也可以跟大家论一下 就是你洗完头发以后 然后呢把它抹在发中和发烧的地方 但是抹完之后呢 要配合一点点然后按摩 让头皮更好去吸收这个发膜 并且你不能立刻洗掉 发膜和护发素就是这样的 护发素你其实停留个一分钟 还是十分钟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就是及时修复 把你的毛铃片然后闭合 但是这里呢 发膜是一定一定一定要 差不多在你头发上停留 15到25分钟左右 慢慢的去吸收 所以你可以用干发帽啊 浴帽啊 或者一些加热的发帽等等 让它营养很好地吃进去 到你头皮当中 到头发当中不是头皮啊 因为它不能蹭到头皮上 所以我用完之后呢 我是真的觉得它会真的强韧很多 没有那种毛毛躁躁的情况 然后呢顺滑 并且这种顺滑 它不是刚洗完的时候很滑 然后过两天就没有用 会出油 它是真的到你洗头的时候呢 它都不会有那种出油的一种情况 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当然这个发膜有条件的话 你不赶时间 你也可以就是经常用 像我呢也确实是一周 也就是用个一次 这个一周用一次 就是相当于一个 集中修护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除了这两样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 就是这一款哈 这一款也是 我在美国的时候 跟朋友逛街 然后在这个 South Coast Plaza 就在洛杉矶这边 一个最大的shopping mall里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 洗护的品牌 它 我没有用它在洗发水什么的 应该也还不错 还没有尝试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洗发水太多了 所以我想用另一款也是修复的 那修复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款哈 它可以是集中的针对你头发的各种问题 毛躁分叉 然后头发的这种整体来说呢 就是不够强韧 或者比较细软的头发 给你进行一个集中的修复的 所以也是差不多你一周用一次左右 或者你顶多一周两次也可以 也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发膜一样的感觉 你可以结合着来用都OK 当头发就是基本上已经开始洗完之后的 护理呢也很重要对不对 洗完头发之后呢 可以先用一个干发包 把头发包好 大概包10分钟左右再吹 这样的话头发其实是半干的一个状态 更加好吹干 不容易让头发一直在长时间的在吹风机的热力之下受损 现在头发就已经没什么水分了 然后是半潮湿状态的 那接下来呢 我会用到两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第一样呢 就是这一个卡湿的小金瓶 那这个小金瓶呢 它是卡湿的一种头皮的护理这个精华液 它不是精油是精华液 小吸管的方式 里面会有乳白色的这样一种乳液方式的 一些液体 这个味道相当相当棒 就是我每次洗完澡以后呢 其实会有点热呀 或者大家会口渴什么的 但是一打开这个瓶子的时候 你就能闻到一种 哇 就是大家夏天吃冰镇西瓜 就刚刚把那块冰镇西瓜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那种 非常的清甜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所以我对这个味道是相当上瘾的 真的好好闻 然后用法呢也很简单 就直接哈对准了你的头皮 比如说想要这个自个分几个位置吧 不用滴在手上 直接滴在这个头皮的位置 这样一两滴 然后呢用手给它揉搓一下 让头皮快速的吸收一下 然后呢你再翻一层 在你就是一般会头发比较稀少 然后发量比较少 比较细软的地方用 比如说像我这一方 我这会有一个旋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从小到大 天生的就这样 就会有一个旋 但是有时候扎马尾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这块少了一块头发一样的 所以我会着重的在这个地方 给它滴一滴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按摩 揉搓 让它吸收一下 而且我跟大家讲 因为它是一种头皮的基底液 所以它是很好的帮助细胞再生 新陈代谢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大家没有感觉 就是头发只要吹干了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一咬 你让用手一抓的时候就会有头皮屑 对不对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 头皮也比较容易出油什么的 所以这一款在我试用过几次之后呢 我感觉非常好是什么 第一它不会出油 它不会说让你头发吹干以后啊 或者是过了一天以后 头皮油的不得了 完全不会这样 第一它是很好吸收的 吸收进去就没有这个油分在 它是乳液的这种方式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然后我不会有那种头皮屑的产生 基本上你像头发要是两天三天 你要是不洗的话 你一抓可能就有头皮屑 但是这个我用了最长一次 我是三天一次才洗头的 但是都没有任何头皮屑的一个产生 所以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非常好 第二个东西 在我吹头发之前用的第二个东西 就是这个摩洛哥精油 这是精油哈 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 它这个呢 其实也是用起来很方便很省的 把它这样一滴 看得见 灯光聚焦好 就这一些放在手掌上 然后呢 两个手掌一个揉搓 稍微的微微的发热以后呢 就开始给它抹到发烧上面 注意不要蹭到头皮 就这样蹭到我们的发烧上 因为现在头发是半干的 所以它也是很好吸收这个 头皮的护理精油 我一直用这个精油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了吧 就是我的头发是从来没有任何开叉的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分叉 而且非常的好护理它 其实像南加州虽然没有像北京和北方的冬天那么干燥 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穿毛衣的话 它也会起静电嘛 可是我用了这个护理精油以后 我觉得头皮就是这个头发 静电毛躁开叉 就是枯黄的情况少了很多 就会感觉有时候头发你是会很健康 很有光泽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吹头发了 那在吹头发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太贴头皮 像有的人的话呢 就是头发细转 可能会贴头皮贴得死死 就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我喜欢呢 就是先把头发放到前面来 这样倒吹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发根呢 立起来 吹个两分钟左右 主要是把头顶这一块给它吹干 就你看这样吹的时候呢 你再把头发撩到前面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发根其实是会立起来一些的 它不会说一直贴在你头皮上 那还有一个技巧呢 就比如说中分 那你可以就是在吹头发的时候呢 把头发往后这样拨 这样吹 然后你这样松开的时候 它这个粉的头发的这个 它会自然的有一个很好的小小的拱起 这样 看到没有 它就不会贴头皮 这块都是可以立起来的 头发的这两侧 它就不会死死的贴着你头皮 它是这样有一个空间在的 看到吗 这立起来一些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是偏分的话呢 可以反方向吹 比如说这样 先往这个方向吹 OK 你这样反方向吹完之后呢 然后你再把它往这边分 看到吗 所以你现在头发也是 有一个弧度在的 这块是拱起来的 它不会死死的贴住你的头皮 所以这要反方向吹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现在就是头发刚刚吹完之后的样子 没有经过任何的拉直啊 或者是甲板之类的 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用过之后头皮的一个情况 那头皮呢 是很结白的健康的一种颜色 并且一点头皮屑都不会有 很清爽哈 摸上去非常的丝滑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翻个缝 你看 还是呢 没有任何头皮屑 并且整个头皮你去看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毛红的阻塞 然后没有那种咯咯哒哒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头发的光泽感 能看到吗 就是上面有一片银白色的在晃动 它的亮泽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这就是我平时护理头发的一个过程 今天可以说是算是一个保姆级别的一个矫程 就一点一点的来 而且现在头发上就是淡淡的有一点点 那个女子酱喜帕水的味道 就是也不刺鼻 很淡淡的清香 很高级的一种味道 插播一下 刚才我帮我说一点是什么呢 大家就是还要记得 一定要在头发吹干之后要梳头 就是可以不要买太细的那种梳子 买这种的或者是一些更大的尺子吧 然后你要经常去给它这样梳下头 按摩一下头皮 就是在吹干的时候 因为我刚才忘了给大家讲了 所以就这样一定要按摩头皮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很多人会慢慢的忽略了 就是不怎么梳头了 尤其是不扎头发的话 但是如果经常你这样去梳头的话 它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能够让整体的发根更加的健康 尤其是像我呢 其实是有白头发的 我有少白头 所以我妈妈也经常跟我说 要多梳头 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之后 可能还会减少一些 这种少白头的情况 大家就可以去买一些 就是大尺的梳子 然后要没事的时候 要给头皮进行一个按摩呀 梳头 这个动作还是不要忘记的 卷发棒 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 据说是能够保护头发 不容易那么受损的 我是托朋友 直接在日本帮我买了一个 看一下就是我用的温度 刚才忘了说了 差不多是140度左右 它最高可以达到180度 然后我觉得我差不多用140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担心头顶后面的朋友们在塌的话 你可以拿这种秘密的这种梳子 钢尺粗 把它后边拽下来 拽出来一组 然后就是倒着 刮一下 打毛一下 对 给它倒梳 看 立刻就起来了 然后哪滴的话 你再给它这样梳一下 你觉得你想 少量多次的 这样给它刮一下 刮完之后呢 来 就不要刮太狠 差不多就行了 刮完之后 再给它表面上梳 梳一下 不要让它高度太可怕 OK 所以呢 看到没有 整体 头发 从头顶 到发尾的地方 就是 整体 喷起来 会 喷了好多发量 感觉又多了很多被移 对不对